这个是兔毛水晶 我们之前有介绍 这个是黄兔毛水晶 这个是红兔毛水晶 为什么叫兔毛呢 就是因为它 为什么叫兔毛水晶 因为它里面的真状物 像兔子一样的毛一样 细细柔柔的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这个里面的兔毛呢 像这个这是黄兔毛 是不是跟铜太晶很像 跟铜太晶很像 这个就是铜太晶 它两个颗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铜太晶 黄兔毛水晶 红兔毛水晶 这两个可是兔毛水晶 这个呢是铜 这个是铜太晶 这是铜太晶 我说兔毛就是因为 它里面的真状物 呈现这个细细 比较细嘛 那像你看这个真状物 看灯光底下照 你看它的这个 它是比较细 它的真状物是比较粗了 所以它说 所以兔毛水晶 当然也可以把它叫做 太晶的家族成员之一啦 因为毕竟它里面的真 毕竟它是里面的真状物嘛 真状物只是比较细一点 所以它叫做兔毛 如果它是像真状物 稍微比较粗一点的 就像这个是一样的 它是比较粗的 所以它叫做太晶了 如果真状物又呈现板子状了呢 那叫做板太 它就叫板太了 所以就是其实 不管太晶也好兔毛水晶好 就是用它里面的真状物 来去这个看 来去这个定它的这个名称 矿石的名称啦 但是呢 你会发现 其实看起来是不是很像 好看起来是不是很像 这个是太晶 这个是兔毛 看起来很像 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一样的 拿来做比较 拿来做比较 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很明白的去做一个区别了 好 那如果没有做比较的话呢 其实说实在的是很难的 好 那我们的就是 我们是皮修专卖店嘛 好 当然这个皮修的妹 皮修天然造物的这个厉害 好 就是呈现在皮修上面了 好 那今天就是介绍 让大家认识一下 这个是太晶 同太晶皮修 这个是红黄兔毛皮修 它两个看起来很像 但是它是不一样的 好 就是把它拿来做比对 好 大家就会对这个矿石 又会更加一进 就是对矿石的认识 好 又会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这个是太晶皮修 同太晶皮修 黄兔毛皮修 红兔毛皮修 好 给大家认识一下 这三款皮修 可是是不一样的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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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